在我们消化这些食物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叫消化产热 消化产热里面呢 我们医学上科学上研究发现说 当我们消化蛋白质的时候 我们要消化更多的热量 举例来说 100卡的热量进来 如果是蛋白质 我们大概要消化掉20大卡的热量 可是如果是糖类或者脂肪 大概我们只要5大卡的热量就好 所以将近差了5倍到8倍 所以表示说 如果同样的食物进来 我们尽量增加蛋白质的摄取 那我们可以增加食物产热 这样的话对减肥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总热量不变的情况之下呢 顺序如果照着这个方向 其实会更好一点 就不是把东西放大 就是还是这么多 但是你顺序稍微改